歡迎來到華視生活氣象 今天因為受到東北風增強的影響 在這個北臺灣地區 高溫跟昨天相較之下 就稍微掉下來一點點了 另外在迎風面地區 今天也有明顯的雨勢 不過我們從地面天氣圖上來看 明天整體而言 東北風就會減弱了 水氣也會稍微減少一些 因此整體感受起來 天氣狀況跟今天相較之下 就會變得比較穩定一點點囉 好 我們從雨區暴圖 可以更清楚地看到 今天晚上到明天這段期間 還是要留意在東半部地區 尤其花東一帶 會出現比較明顯的雨勢 但是到了明天 您可以看到各地的天氣狀況 都整個穩定下來了 西半部地區都有機會 進得到陽光 東半部地區的這個水氣 也變得比較少一些 不過在大臺北地區 還有五號的山區 還是要留意會有一些零星的 短暫雨勢囉 接下來帶您關心 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 首先我們先來看到 明天在基隆 台北跟新北市 是多雲到晴的天氣 高溫來到30度 在桃園 明天多雲 新竹苗栗是多雲到晴 高溫來到29度 台中彰化 南投是晴到多雲的 穩定天氣 高溫來到32度 雲林 明天是多雲到晴 嘉義跟台南是晴到多雲 高溫來到31度 好 在高坪地區 明天都是晴朗穩定的天氣了 高溫還有機會來到34度 會比較熱一點喔 好 在宜蘭呢 還有花蓮 明天雨量比較多 台東是晴到多雲 高溫31度 至於在馬祖 金門跟澎湖 都是晴到多雲的穩定天氣 澎湖的高溫來到29度 好的 為大家整理一下 氣象小丁寧的部分了 明天那東北風是稍微減弱的 各地的水氣也有減少 天氣相對來說是比較穩定一些的 然而這樣天氣狀況 到了週五之後會有點改變 星期五到星期六 會有一道封面 略過台灣的北部海面 到時候各地的水氣又會增加 雲量也會增多 預計到了下週一 天氣變化又更大了 因為下週一 東北季風又會增強 到時候北台灣地區的溫度 又會往下掉 日盡北部的低溫 大約會來到18度左右 所以我們要提醒大家 最近的天氣變化 真的比較大一點 一定要特別注意囉 好的 以上天氣資訊 提供大家做參考 有任何的氣象問題 都歡迎來到 宇婕還有華視的粉絲團留言 那我們就明天見囉 嗨 我是莊宇婕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 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宇婕一起看新聞吧